你们最近这个CHPT这些 或者是其他的人工智能 自己都体验过了吗 咱们说说各自体验的经历 CHPT刚出来就体验 因为很多时候在硅谷 所以就会接触到一些最先的应用 所以11月份就开始来用 用的时候 其实给我的这个震撼还是很大的 因为自然源范例上 跟人的交互 其实对它来说是挺困难的 而且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对 已经运转了很长的时间 甚至大家都觉得 这个可能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要去解决 就类似于说人工核聚变一样 永远都是下一个 未来的50年 就是未来50年可能会发生 对吧 但是我开始用 那时候还是3.5 就感觉开窍了 原来这人是一根筋 你知道吗 开窍了 就是你可以跟他进行 不同领域的对话 我觉得这些东西 他可能完全没有经过训练 他是以一个人的语言逻辑 在回答你 你当然我知道 这里面有很多错误 比如我也不是万能了 对吧 你要问我一个医学问题 我只能 但是你要非让我回答 我能给你瞎掰一段 但是你真的这样人 就是这感觉 对 我用就是这感觉 对吧 我说说我一个用户体验 他有很多方面 确实答得不错 但有些就是基本的问题 你觉得太笑话了 我问他马云是谁 他说马云的全名叫马化腾 就这种我就觉得搜索引擎 早就解决了问题 他怎么回答这样的答案 然后你告诉他 胡说 然后他就说 对不起 我刚才可能是错的 这让我挺知情 他有个自我修正功能 然后我又 我就输入了一位 我熟人的这个名字 他说这人是一个作家 说他写了什么书 我说不对 这不是他写的 他说那他是一个导演 我说不对 他说他是个演员 就越联 他还挺理解你的朋友圈的 你要怎么说 也是经过你训练 也是可能 我问了半天技术问题以后 我搜我自己的名字 他说我是中国计算机所所长 我觉得这我就觉得不对了 他在猜 我觉得他在蒙我 感觉他在模仿人说话 而不是人真正说话的内容 但我发现有一个能力很惊人 就我输入一个模糊的问题 正好我有个老师给我写信 我们当中就是在邮件里头交流一个事 他说我想想有一个电视节目里头是这样 但是我想不起来 他说那叫什么节目来着 就这么一个模糊的问题 我问这个ChatGPT 他就能告诉我 我问搜索引擎 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 ChatGPT给我感觉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你不了解的就觉得他说的都对 你了解的可能不对 背后它归根解是个语言模型 对于语言模型来说 其实他学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强的 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他学的过程 比如你上来就说 这本书有很多争议 这一听就是维基百科的说法 就是他也从别人那儿抄了点东西 而且他也讲了他就是那些 他主要是四个训练来源 什么这个电子书 维基百科这些 我问他了 我说你跟搜索引擎有没有什么瓜葛 他说我好像跟别人没有这个联络 他不是学搜索引擎 他学的是人类的语义库 比如说电子图书馆的书 然后刚才讲的维基百科 他也是抄了别人的作业 你一说胡说他得到了你的直接反馈 他下次就再也不敢说了 他可能编一个其他的 或者终于编对了 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万能的脑 对 他是个语言模型 语言模型是他有本身语言的逻辑 对吧 包括查普斯基 然后还有这个平克他们讲 这个就是人类本身 他是具有语言逻辑的 然后基于这个语言逻辑 我搞出来一个东西 所以你会感觉他特别会说人话 但是你现在又在知识层面要求他 对 对 那不应该吗 应该 他会进步的 就给你小朋友 他会说人话 那他是不是能进步 恰恰在这点上 乔姆斯基对他提出了很大的非议 我某程度上 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寒武纪之前 五亿多年地球上的这个生物的种类都非常少 说一共是三个门吧 到寒武纪五百万年内突然一下子爆发 三十八个门 到今天就差不多是今天地球上生物的种类 这个规模 那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大爆发呢 就当时的生物主要都是在海洋嘛 说海洋里的三叶虫睁开了第一只眼睛 是 因为在此之前都是 大家捕食啊 我就瞎猫碰死耗子 我触脚碰到你 我逮着你了 我听或者是我摸 对吧 我看不见 然后忽然有了眼睛以后 我这个降维打击啊 我完全知道你要往哪跑 然后我持物在哪儿 达尔文都说 眼睛这么精密的光学仪器 它很难用进化论来解释 而且呢 在那个之后 出场设置都有眼睛了 好一下子开始这个繁荣发展了 但是第一只眼睛怎么来 现在大家只能解释到说 当时光线产生了变化 要么是光照突然强烈 要么是海洋和大气之间的什么东西变稀薄了 可是眼睛怎么来的 还是无法解释 好 基于此 乔姆斯基的意思就是说 语言这个东西 他说我们到现在人类都没有研究出来 语言是怎么来的 你看动物没有我们人类这么精密的语言 他们有一套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信号 或者有叫声 有什么鲸鱼叫声 可以非常的复杂了都 对 但是他说人类为什么有语言呢 他觉得有可能啊 是人类脑容积突然变大之后的一个副产品 我们不知道 而婴儿 你刚刚说就是这个婴儿 他说婴儿可能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语言能力 他只是在调换 我是一出生 我是说了英语 还是法语 还是中文 我要学的是切换频道 那么好 他说这个语言能力 那我们人类都没有研究出来 语言是怎么来的 就是在我们大脑的什么硬件上在运行 就跟你没有翅膀 你怎么能飞这件事一样 那么机器你怎么能学会呢 他现在就是照着人类 造了一个大脑 人类自己都不知道 大脑是怎么运行清楚的 人脑的里面是有神经元 神经元是有出突 对吧 我们刚才讲那个 我们叫机器学习 或者最开始最开始的一个东西 就是来自于我们叫神经网络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 就是按照当时我们生物学的水平 对 然后仿制人脑的这个结构做出来的 它里面的一个note 一个节点 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神经节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 一个关系 我们叫畏它 就是这个调整的这个对应的 就是这个出突 就是仿照人类来的 大家为什么觉得 XGPT这个是一个突破的 就是因为 以前我们的神经网络 在那个就是我说的 这个10年左右的时候 之前呢 是这个神经网络 它特别的短 它做离自己最近的地方的 这一个沟通 对 它可以层次多 它不能往远距离 对 凭整他们这些人 不断在努力 就是仿照人的方向是对的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尝试各种 增加它的结构的方式 核心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发现我们现在逐渐开始 能够造一个跟人一样的 至少从我们生物学观察角度 就一样的一样的结构 而且这个数量上来了 比如说咱们人脑里人员 大概是有161个左右 具体数字可能还有一些偏差 每个都不一样 首先人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是南京 奇迹在这 对 人类还是有一些语言特长的 对吧 但是我们知道其他动物也有语言 但是人并不是最大 但是人就是产生语言这个结构 实际上现在的 你看到这个大模型 实际上就是构造了一个这个结构 但是这个结构里面 细节怎么连接 比如说GPT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模式 它的连接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试各种连接的模式 而且这也就是人 现在还没搞清楚大脑里 这玩意儿脑里怎么的 但是结构上 就跟我说我造了一个细胞 是一样的 现在细胞已经有了 而且这个细胞的规模 大到了能够跟人脑相比 人脑的触突大概 前移到万亿的这个层面 然后GPT现在的核心 差不多了 参数数量的话 我印象中 现在4是已经到了万亿级别 谷歌星出来的是 几万亿级别的参数 就可能跟人脑 在这个数量级上是可比了 我们人脑 一个人脑的也就这么大 你说的这个 它的是一个巨大的计算机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在运转 就是一个GPU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 GPU是什么 GPU是专门用于 芯片 辅典计算的一个芯片 原来这个CPU 是一个通用计算芯片 它更多的时候 可以做很多 就是指定计算 然后GPU核心 是它做辅典运算 能够做一个事 就是向量乘以向量 就对吧 大家知道吧 举阵哪种 就是举阵运算 这需要预动一点 中学知识 完了 我这中学数学 就不要再提 要不再说这小学知识 说点小学知识 就是这张图 乘以这张图等于什么 对吧 但人脸其实可以做这个事 对吧 这俩图不一样 类似这个 GPU就是更快的去算 这个向量计算的一个东西 神经网络 是在这上面构建的 一个算法的 一个逻辑的一个过程 比如举个例子 这边有一个计算器 然后你不用管它什么结构 你不用管它 它就是一个节点 你这边告诉它 一加一等于什么 让它随便输出 然后它输出三 你刚才是错的 然后它输出二 你刚才是对的 你在试二加二等于多少 就不断地在去练它 那是有很多人在练它吗 它这个还真的 有一个学习的方法在这 技术层面可能有很多方法 但是我觉得 我们怎么告诉它 一加一等于二 其实一加一等于二 还偏知识一点 对 就假设我们怎么告诉它 像人一样的说话 对 其实是有一点 类似于我们人类 在剥离了一个外语的环境下 学外语 它这边有这种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说我 我监督下 我给它标注了的数据 就是我有个老师教你 语法是这样的 主为兵 动词你学会了吗 我学会了 这是一种 第二种说 那你自己做个习题吧 这个叫非监督学习 我就去做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还可以给一点反馈 错了 对了 但我不告诉你 为什么错了 你再试试 反正错了 你总对了 然后你就说 原来是这样 到最后 咱们人类还可以直接的 就像你刚才说 马云是谁 马化腾 你胡说 用户又给了反馈 对 你再反馈 你并没有让它 在一个外语的环境里 但你就硬教它这门外语 它就这么硬学 你一会儿会觉得 我觉得它这门语言 学的挺好 一会儿又觉得 真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大概是这种感受 碳级生物 全都被AI消灭掉的时候 然后轨级生物才会出现 也就是我们只是个引子 我们这个药引子 我刚才提到这个 ChatGPT 我就刚好准备了一个东西 咱们好好来刁难刁难 双老师贾老师 咱们看看未来的作家 我们都掉沟里了 掉沟里了 这个我们首先 因为ChatGPT 现在是这样的发展 它首先最早出现了3.5 然后大家已经很害怕了 但又觉得3.5也就那样 当出现4的时候 大家是特别害怕的 然后有一个新闻 这我还摘录了一下 3月29号 包括马斯克 然后像苹果联合创始人 斯蒂夫 沃兹尼亚克 在内的1000多名 人工智能专家和行业高管 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他们呼吁所有AI实验室 立即暂停训练 比ChatGPT4更强大的AI系统 至少6个月 理由是对社会和人性 存在潜在风险 就是说明 他学习能力越来越强 当然我们先看看 他这个学习能力会什么 我们当时找了这个ChatGPT3.5 我们就给他一个要求 说你现在是一名 世界级的畅销书作家 请你以东北文艺复兴为背景 以杨玉片 刘洋教主 杨玉片 杨尔刘洋教主战争为主题 写一个悬疑的短篇小说 要求包含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 在合适的地方 加入一些需要想一想 才能明白的笑点 然后ChatGPT3.5 10秒之内就写了一个文章 然后请两位老师来点评点评 那可不是快 10秒写完 在双野涛老师那边 挺快 但跟托尔斯带比还是慢了一点 我们开始念了 在东北某个小镇上 有一家制作洋芋片的小作坊 由一位名为刘洋的青年创立 刘洋是一个有追求的年轻人 他的洋芋片 因其独特的口感而备受欢迎 成为了小镇上的网红美食 某天早上 镇民们赶去买洋芋片的时候 却发现小作坊关门了 据说刘洋突然失踪了 一时间谣言四起 有人说他被绑架了 有人说他被抓走了 更有人说他是跑路了 但当派到小作坊的警方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里还藏着一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秘密 一个小小的监控器被放在了刘洋办公室的角落里 经过分析 警方发现监控器里记录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录像 录像里一个身影穿着军装的男子来到了小作坊门口 他穿着古怪 一脸傻笑 好像有些幽默感 男子进入小作坊后 刘洋登场了 他非常替身后的男子紧张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但随后的情景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刘洋和男子一起像是在上一场戏一样 开始表演起了战争场景 从动作到对白非常精彩 让人欣赏不已 而正是在这场战争表演的最高潮处 刘洋忽然摔倒在地 气息微弱 那个穿军装的男子突然收起了狂笑的表情 加快了出门的速度 警方寻线追查 发现男子是刘洋的竞争对象 他早已经在洋芋片上投入了巨资 但却总被刘洋赢过一筹 因此他决定行动 使用一种有毒物质 污染了刘洋的洋芋片 而刘洋却在表演过程中 误实了有毒的洋芋片 导致了最终的悲剧结局 然后自己还有点评 有评论因鬼 笑 你看故事情节曲折而动人 但其中的笑点却贯穿全文 仿佛是一场看似严肃的探案 却带着浓郁的黑色幽默感 从而展现出东北人独特的幽默风险 这两个东北人被冒犯了 两个东北人骂结了 这个大家来点评点评 我就一直在找 需要想一想才能明白的笑点在哪 我看了半天我发现了 男子好像有些幽默感 不对 我觉得需要想一想 我想了一想 这个笑点应该是刘洋是一个年轻人 还有追求 这XXGPT已经很可怕了 他是这样 各位怎么看这篇文章 追上两位还需要多久 有些话还真挺诡异的 你别说 他有些话挺诡异的 就是一个身影穿着军装男子 来到小作画门口 穿着古怪一点傻笑 好像有些幽默感 这话让你看的 真的觉得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尤其好像有些幽默感 这句话 他是为了觉得好笑 他就必须来一个 他的逻辑说 他得说这个男人很幽默 注意看 这个男人很幽默 这个男人叫小优 这篇文章肯定是不太行 两位老师 现在安全感很强 但是我倒不是说安全不安全 我就是感觉确实所有 起码可能在这个版本 他写出来的东西是有一种奇特的气质的 真的是得有这个气质 这个气质里面有一点点恐怖感 这个是诡异的恐怖感 不知道是一个怎么组合出来的 因为我看过一些别的他生成的文本 其实咱们没有必要把它和人写的比较 其实你是看机器对语言的运算和组合 逻辑的呈现的方式是什么 可能更直观的像去看逐渐越来越升级出的图片的画画面 最近包括特朗普被捕的那个系列的 他也有一种特殊的视觉感受 视觉风格 我觉得图片的视觉风格很有可能是 AI的创作者故意调出来的 因为如果任由他毫无克制的 毫无节制的真实的话 就真的会乱于充数 或者是去篡改什么东西 好 没关系 3.5 面对这种学习能力的时候 两位担不担心有一天 Chall LGBT会取代咱们作家行业 不是咱们作家 你们 和我们 通口就演员 这时候区分的挺细 先取代我们 家二是这么想 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判断 就是你是不是认 首先就是你是不是认为 写作也好 小说也好 这事一定是人和人的关系 是吧 就是说你能不能接受一个 完全来自于机器创造的东西 你去阅读这个东西 你能不能接受得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作为读者来说 要考虑这件事 作者其实想开了也很简单 就写小说本来 像写那个 孙岩宇涛老师这样的小说的话 本来就不难 不是 本来他也不怎么赚钱 他也不是说像写一本 那个畅销文学那么赚钱 所以就算别人替代 他也就是少赚点钱 但是他一样快乐 自己关起门来写 是吧 就像那个夏威奇一样 那个阿法构出来之后 你不代表就是说 下棋这事不好玩 你可能只是复盘的 那个乐趣被取消 但是你仍然写作的 那个乐趣在 自己写出自己的文学语言 那个乐趣在 机器 它能替代你和这件事情 在你脑子里一点点组织和呈现出来的感受 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乐趣 他没法替代你 对 但关键点 不光是乐趣 还得吃饭 刚才不就说 写这种小说 本来吃饭 就是一个意外的事情 少许桃老师现在本来就靠打工吃饭 你也靠去那个吃饭 就是说读者其实他也很重要 我好不容易买本书 我干嘛买机器读的 机器写的 就写作这个行为本身 它会跟着这个工具发生重大的变化 对 就像那个你所有的那个艺术史 你看西方美术史的大转向 特别简单 就是后面工具出出了大问题 或者大进展了 是 那你就得跟着它走 没有选择 也可能那个你比方说再往后 即使是那个写严肃小说 像那个双语涛这样的严肃小说的时候 他也可能把我的想法放到里边跑一跑 我不用 但是我看看市场 你肯定有这好奇 你想出一句话来 你想看看它会生成什么 这是有可能 它有可能做这件事情 它有一个区别 就是在于你先掌握这件事情之后 使用这个工具 还是你想让这个工具代替你的练习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绝对不一样的 就像说那个卡林 那这种段子也是这样 就是你卡林 他老先生自己说 机器给我生出一百个段子 我在里边挑几个 我组合组合 给你稍微改一改 出来的东西 和你一个完全没有上过舞台的人 自己说你给我来个卡林 我就想上去背好了去 我觉得那个是完全不同两种性质 而观众也是分得出来的 就是咱们在和艺术和文学 就是做这种交互和对话关系中间 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机器放到 把机器作为一个工具放到这里面来看 虽然它是人工智能 它是智能 甚至按照它的算法 因为人的自我的产生 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个幻觉 就所谓的哥德尔怪圈那样的幻觉 但是他就是说 他有可能他也能生成自我 这是非常可能存在的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那个自我和一个活人 我们毕竟是叫归极生命 咱们叫探极生命 探极生命 就是说我们好像现在还没有卖过那个坎 就是我们是探极生命之间的沟通 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 这个人类重型主义的现在 伊隆马斯克当年提了一个点 他在一个论坛的时候 他就聊 他提了个设想 他说有可能 龟基生物无法自己诞生 所以他要先做一些个养料 他要先培养探极生物 然后当探极生物 全都被AI消灭掉的时候 然后龟基生物才会出现 也就是我们只是个引子 我们这个要引子 有点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 包括我前段时间看 看那个刘慈欣老师写那个 球装闪电 写到最后就红原子 红电子 就有一个红世界 我就觉得这也挺牛的 就是也挺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好几次了 感觉这样 经常毛骨悚然 对 然后我 我更毛骨悚然的是 那天我意识到了一个 有点哲学范畴的这么一个事了 就是因为我闲得没事想的嘛 因为他们说哲学也是这样诞生 最近这么闲吗 这么闲 哲学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搞了一个 就是让Chatt GPT查一下 说丹利仁是什么 然后Chatt GPT就说呢 丹利仁是著名的慈善家 善利仁先生创造的喜剧公司 该公司诞生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 然后那天就大家就嘲笑嘛 我也翻网 大家就想哈哈这个东西的 我那天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会不会是AI已经明白了一个东西 就是真正的那个真相不重要 我这个东西 我这个善利仁创造的久了之后 这个信息量足够多 以后丹利仁就真变善利仁创造了 当这个信息量足够大 当你一开始上网搜的时候 就搜到是善利仁创造的 你跟他说你没有善利仁 是石老板创造 石老板是谁 这里怎么从没写 我从小到大学的都是善利仁创造的 那这一点我就觉得 当时就是给我整的挺郁闷 然后我就想 我就还不是给轨迹生物当氧料 你说到这儿 我想起来就是差不多 我在高二高三的时候 我看过一篇文章 是在一本游戏杂志上的 那篇文章的名字叫 AI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 他讲的其实是非常弱的AI 我们小的时候有一款非常流行的游戏 叫魔兽争霸 魔兽争霸里边 如果你和电脑打对战的话 你会发现 比如说你使用的游戏角色 有一个功能叫隐身 你隐身了以后 如果说你的敌人从你身边走 前天他是电脑控制的角色 从你身边走是看不到你的 他不会攻击你 但他会围着你转 咱们怎么越说越渗动了 对 那到底隐没隐身 所以在程序里边 那个电脑是知道你在那的 他看见你了 只不过规则不让他出手打你而已 所以我在想 我就一直用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所以咱们说丹利人里边 他里边有很多错误信息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不让答对 当然我这个阴谋论 我完全没有任何理论支持 看下漫画怎么回事 人家说这个文学 要是说他能够习得海明威的风格 是吧 能习得海明威的风格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作为一个读者来说 我是有幸福感的 因为相当于海明威继续写 对他已经去世了 然后他可以把甚至河马 什么莎士比亚还能再创作 还能再写出一部悲剧来 如果他达到了这个水中 把《红楼梦》续了 再给续了 他肯定续去 或者他会分析《红楼梦》 到底是不是续的 如果你把它输进去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也许就能具备 你终止红学家的争论 他就可以搞定这事 因为他从蛛丝马迹可以分析 每个人的语言习惯肯定不一样 或者分析《三国演义》里 到底有多少个作者 我觉得他也许是能够做到的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 作为一个小说家 对自己的自我鼓舞在哪 就是说一个作家 他最终面向的是未来 比如海明威 他之前写过那么多 《太阳照生生起》 《桑中卫生日明》 他下一部并不一定还是这个风格 他可能会变成福克纳 虽然他很不喜欢福克纳 或者他可能会变成约翰弃福 他可能会变成别的作家的风格 这个是AI不可能判断的 他这个人下一步要干嘛 对吧 很多人其实在反动自己 他在写个小说之后 第二要包括拍电影之后 他要反对自己 这种反对 目前AI可能暂时做不到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消息 还没听到 对 这么单纯的一个方向 对 但除非你告诉他说我要反 可能他才会反 你不告诉他就会延续 另外一个是 他现在不是归基的生命 他现在没有一些肢体的一些感觉 对吧 就是他恋爱 什么接吻 包括手拉手 他现在还没有这些触感 这些触感其实是写作的一个 也是一个基础 就你不光是查资料 是吧 你不能光就是拿资料生产 当然是一种了 有很多作家 其实门一关 就咔咔咔就整起 书摘式的作家有 但是有很多人是走遍天下的 是吧 去恋爱去生活的 他们会做小偷 做小偷 热内 有个这样的作家 后来也写戏剧 他其实有 他大量的生活在那摆着 他可以 他甚至可以不阅读 他也能写作 但是AI是必须阅读的 目前看来 他必须得阅读 但他阅读的速度 可能是我们的几十亿倍 对 我刚才想了你 你刚才说那个问题 他阅读的速度 是我们的几十亿倍 也许是个好事 我打个比方说 就是说如果你说 《红楼梦》后边 又续写了一个第二部 就风格 甚至艺术造诣都完全一样 那我们其实后人 可能就是从自己的感觉上 完全分辨不出来 他是AI写的 还是人写的 那我们就问了 问AI就好了 就是很有可能 比如说后边 我觉得这是 AI说山里人写的 你这句怎么分辨 我觉得AI不骗你 很有可能出现一个 出现一个就是功能 就比如说 帮我在我手机上出现的 由ChatGPT创造的东西 都帮我标红 我觉得这个就 可能解决一些 一假乱真的问题 一下全红了 然后发现自己红了 自己也变红了 自己红了 我也是 手都红了 对 我之前想过 不是想过 我看过一个文章 他就是认真的论述 到2050年 人类会出现超人工智能 也就是我们现在觉得说 人工智能 绝对不可能 怎么怎么样的事 2050年全都能解决 因为是超人工智能 他比人工智能还厉害 你不可能想象 那能啥 也就是他有 当时科学界有两种争论 一个就 科学界对人工智能 有一种对三体的感觉 一个是降临派 一个是拯救派 终归还是来了 终归还是来了 他就说到2050年 如果是利好的话 他觉得善良的那一派 他会觉得 超人工智能 能帮助人类解决一切 你不能想象的事 比如说死亡 人就不会死了 就全长寿 因为死亡是我们能想象的 他帮你解决了 还有一种就想说 他会灭的人 为什么会灭 他里面说了一个论句 让我觉得很毛骨悚然 好像他不会贫困外固产生恶 但是你会阻挡他 是 因为人工智能 他就是反复的要进行高效的学习 他说比如说 咱们现在就打印纸 用尽可能多的打印纸 然后提高自己的效率 他就打印纸 当他发现 我用木材打印纸 不够的时候 他就会立刻自我学习 用一切的材料打印纸 打印纸弄得还不够的时候 他总有一天会觉得 人类是一个阻碍 然后他就会把人类 自然而然的变成纸 变成纸之后 他就会把宇宙里的东西 再变成纸 这就是他得到的效率 超级高预保 这得是多爱看鼠 没事 感觉超人工智能 没有那么聪明 二傻子 但他就是说 这个恶意 不是说你要灌输恶意 它才能产生 是程序没有善恶标准 对 然后你一旦阻碍它的效率 人就没了 所以人被消灭 不一定是AI产生了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 其实还是三体 就是我灭了你 不是我本意 这是我捎在手的一个 顺便的事 对 副作用